我把那個爬上去 然後就在上面 好玩 這三個公園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 比較創新的做法 譬如說有一些 在地的元素的融入 鈕扣 或是在地的植物上面 其實都會在公園裡面 設計上面去做一些調整 我覺得從美學的體驗裡面 其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視野 那我們在整個 整個設計核心概念 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公園 是一個可以共融跟創新的公園 那音樂公園的部分 主要是用音樂去串起 彼此不同族群的一個互動 音樂也是一個共通的語言 它不需要被教育 它是可以自己的去發生 它的公園因為地下停車場 公共藝術的導入 跟地方一些裝置 所以在設計師的規劃裡面 它把可以互動性的藝術品 加一些機構 所以整體上 它是希望從公共藝術的回憶 跟整個完全符合身上的 遊具的一個實驗去做一個操作的 目前這些台北市文化局所做的這些 各樣各式的測試公園 以及這些遊戲場 它其實有針對不同的遊戲面向 那對於小朋友而言 遊戲對他們來講 就是一個最大肢體發展的活動之一 因為第一個它有不同的設計元素在裡面 那它也有就是針對不同的使用需求 遊戲需求放進去 公共藝術遊戲場 對於聲音障礙孩子來說 跟一般孩子來講 他們可以在同一個場域 得到一個公平對待的一個遊戲環境 那他們可以在這個遊戲空間去互動 去認識去了解 認識不同能力的人去包容 去接受去理解 我覺得有一種教育的意義在 那對於不管是一般的小孩 或者是我們這些特殊族群的小孩子 在安全性態來講 這只要是給小孩子使用的 它並沒有什麼樣的差異 有些設備的尺度規格方面 會有針對這些無障礙使用的需求上 會有特定的要求 但是在安全性態來講 不管是什麼樣的小孩子在使用上 要求都是相同的 那在文化局裡面就很特別 設計師進來了 然後觀看孩子的遊戲方式 滿足了孩子的身心發展這個危機底上 再網上找出這個遊戲場的特色 再找出設計師 可不可以利用他們的材質 把自然的元素 還有把這個在地歷史的故事 結合在這個遊戲場裡面 我們就很想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個遊戲場它會成功 因為它有把孩子的身心需求裡面 先擺在第一位 各位視頻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文化局長 鍾永峰 在此邀請您來 參與我們的共榮式遊具 翻轉您的公園意向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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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